迎接6月起的路客自由行 台北有很多百貨公司 准备好了 他们扎大钱整修改装 还有高级的超市业者 花了上千万全面翻修之后 开放全面试吃优惠 台湾拉拉山水蜜桃 欢迎试吃哦 一家接着一家 从水果一路试吃到巧克力 连鳗鱼也不放过 想来走高级精致路线的百货超市 为了迎接路客自由行 不但好自3500万元 全面改装整修 还提供免费吃吃 满足路客的胃口 非常好 就是对客户来讲 他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嘛 对 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互动 坦白说当然就是说 成本增加了大概有三成左右 那反而就是说 我们让人家吃了之后 然后又价钱 又不会让他太害怕 所以其实这样子 两个相权之下 其实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业者强调 台湾美食百百种 试吃最知道 不但有道地的泰雅族姑娘 就要卖香甜水蜜桃 手工巧克力做成金门炮弹 时下女星最夯的事业线 还有远从比利时请来 20年经验 面包师傅 请子烘焙 有的百货忙着内部大改造 有的百货更是积极建设新大楼 为的就是吸引路客目光 预定九月重新开幕的民药百货 下杂四亿元 一到三楼全为日本知名 评价服饰量身打造 要力拼统一版级店面 星光三月则花两亿增设 竞品大店专区 台北101和太平洋搜狗 都是今年底 明年初做内装改造 预期一年后的业绩 因为路客自由行销印 可成长三倍 中日新闻李文斌 路易台北前方报道